当明星留起胡子 胡德成帅气大叔 千禧显忧郁 唯有他却变年轻了 如今大部分的娱乐圈 蛮新的日常造型 都很少有留胡子的 但是有时候却会因为拍戏 或是其他原因而意外 被曝光出留胡子的造型 当然什么突然换一个造型 留起胡子会给人什么样感觉呢 像胡哥留起胡子 让人觉得他像一个帅大叔 十分的儒雅 而且感觉留胡子的胡哥更好看 更有魅力 都说胡哥的男粉丝比女粉丝还要多 大概就是因为他这种气质 是很多男生都想拥有的吧 千禧的年纪较小 但是并不影响他成为很多人喜爱的对象 如果说平常的千禧 照相风格比较高的 就像粉丝给他的绰号大了一番 留起胡子的他给人的感觉 却有几分忧郁 很像那种的一小青年 让人有点好奇 他究竟在烦恼些什么 而且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胡子没有打理好 显得千禧 有一点回费让人有点心疼 张一兴本来是一名歌手 如今却频繁涉足演艺圈 出演了不少的电视剧 之前在他出演老九门的时候 就曾经为了贴合角色 扮上了两片小胡子 不过张一兴长的就十分的鲜小 像一个学生一样留了胡子之后 反而有点怪怪的 有一种特意半成熟的感觉 不过也有可能是剧中的胡子造型实在太丑 感觉换一种胡子造型的话 应该会好很多 不过尽管如此 还是感觉还是不留胡子的他更可爱 圆红的古装扮相 一直被很多人赞扬 他的古装扮相十分的唯唯 而且他个人风格也很贴合 不过当他留起胡子 以后让人觉得像一个宝金沧桑 充满了故事的大叔 竟然没有什么违和感 看样子 圆红的现代装 也是有了很大的突破 无一凡事那种 即使在一众男明星里 也是非常亮眼的存在 尤其是模特一般的身材 更是让人忍不住的羡慕 但是他平常给人的感觉 更像花美男一些 尤其他刚刚出道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从童话古事里走出来的汪子 但是当他留起胡子的时候 却脱离了几分梦幻 不过却让人觉得比之前好接触多了 再配上他短短的寸头莫名 也有一种蠢萌蠢萌的感觉 之前的高冷饭儿 早就不知道被抛到哪里去了 这几位是用实际行动 像我们证明了好看的人 怎么样都好看 哪怕是留了胡子 依然是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这几位是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这几位是一个帅气的小伙子